首相伊斯迈接受网红小孩的采访 造网名炮轰首相正经是不去做 却大搞噱头 直播发现蟒蛇后走红的小孩 莫哈莫哈兹如愿以偿 采访首相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这名12岁的男孩被安排于周日下午 在一家酒店会见首相 采访中 莫哈莫哈兹就几个问题采访了首相 包括首相最喜欢的食物每日行程 以及首相是否知道他的家乡菜 此外 莫哈莫哈兹也访问了首相 如果他有机会继续领导国家10年 他有什么打算 首相回应说 希望到2025年消除贫困 访问结束后 首相还与莫哈莫哈兹的家人合影留念 相关新闻传出后 即刻引来网民的批评声 正经事不去做 鸡和鸡蛋就快断货了 却在做无聊的事 我们的首相 我们的首相转行当网红好 疫情过万 他在忙什么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指出 希望联盟希望 与民主联盟党MUDA尽量达成共识 目标不是为了赢取三两个席位 而是赢取整个柔州政权 他说 西蒙仍在与民主联盟党进行谈判 目前还没有结果 西蒙的目标 是尽可能与该党达成共识和默契 共同治理柔佛 我们必须努力与MUDA达成共识 由于谈判仍在进行中 不宜透露太多细节 以免扰乱谈判进程 林冠英昨晚出席 《星春团拜晚宴》的记者会上这样指出 他表示 虽然目前有各种传言 但这在大选前是正常的 待谈判有结果时 才会正式公布 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刘振东 在致辞中指出 这次柔佛州选举主要是为了防止贪污腐败 就是里卷土重来 希望华裔选民不要放弃希望 继续在柔佛州选举中支持西蒙 得柔佛者得天下 希望选民支持西蒙 重新在柔佛州执政 建立新的大马 刘振东早前应大量替换援任候选人 遭到不满 值得一提的是 行动党郑凯聪在宴会时 应刘振东不小心打翻水杯 刚好弄湿他的椅子 郑凯聪开玩笑指对方 似乎暗示要他换选区 引起全场捧腹大笑 当时刘振东问我是否要换一张椅子 好像在暗示我应该换选区了 土团党宣传主任旺塞夫 抨击西蒙在掌权时这边砍 那边砍 并削减对人民的援助 林冠英对此回应称 旺塞夫是恶意 要怪罪于行动党 而对该党发表不实的指控 他将旺塞夫的言论描述如同自打嘴巴 因为旺塞夫过去也是西蒙政府的成员 他指出 在西蒙执政期间 为了减少大专生的失业率 帮助年轻人找到更好的工作 他们预在财政预算案增加拨款 包括为每个雇佣当地年轻人工作的雇主提供补贴 但一再遭到土团党领导人的反对 如果他是个聪明人 他应该明白是谁阻止我们这样做的 他说 若旺塞夫的言论是针对巫统的 该党无意干预 但旺塞夫指责行动党 称行动党被认为是华人基层的政党 但实际上 我们还是维持民主的核心理念 行动党郭肃庆 因为棕油课题 与交通部长魏家祥扛上了 魏家祥早前日前在面子书指出 他到永平与选民交流同时 也向大家拜年 在交流中 他发现小园主 对于目前棕油价格 已超越每公吨1200令吉一事 感到非常欣慰 魏家祥说 如今的价格 相对于西蒙执政时的每公吨 330令吉的价格来说 是天渊之别 在西蒙执政时期 曾经一度与印度和中国政府关系交恶 而导致棕油价格低迷 小园主庆幸此景 已一去不复返 针对此事 郭素庆呼吁魏家祥 停止误导柔佛油宗小园主 有关棕油价格的谬论 并挑战魏家祥 在一个月内 解决油宗圆秋劳工短缺 和肥料价格高涨问题 他称对方 发表这种似是而非 把油宗小园主 当傻瓜的言论 他认为 魏家祥身为内阁部长 应该非常清楚 棕油是原产品 其价格的起落 是受多方国际因素影响 不在于我国 是否开罪中国和印度 他也说 我国政府在过去两年 多来禁止输入外劳 而本国人又不愿意 在油宗圆秋工作 导致我国棕油产量拒减 这也因此 推高棕油价格 他抨击魏家祥这样 愚弄柔佛小园主 明显是为了柔佛周选造势 为国阵候选人 争取支持 如果魏家祥真的有诚意 要协助小园主 我挑战他 作为内阁部长 在未来一个月内 加速批准合法外劳来马 减缓 重职业者劳力 短缺的困境 同时争取 政府津贴油棕肥料 减少小园主的负担 这才能真正协助小园主 带动经济成长 魏家祥随后再次发文反击 他说 回顾魏西蒙首相敦马哈迪 二度任相时 腰斩数项大型计划 包括东铁项目 西蒙财长林冠英 还曾经一度要率团到 中国调查贪污弊案 当时的马中关系 难免受到影响 马哈迪后来 就喀什米尔问题 在联合国大会上措辞 强硬地批评印度 搞到印度不悦 一度要提高 来自大马的棕榈油进口税 魏家祥敦促郭肃庆 不必急着辩解棕油价格 而是去咖啡店 问看包括行动党党员在内的 柔佛小园主的看法 问问看他们满意喝棕油部长 时期的油棕价钱 还是现在的油棕价钱 就清楚明白 就这么简单而已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